一起來關心今天天氣 雲圖可以看到 台灣東方海面 這個晴朗的區塊 代表的就是太平洋高壓勢力 現在正在一天一天的逐漸犧牲 導致現在是一天比一天還要的熱 不過台灣今天來說 還是位在比較高壓邊緣的位置 因此今天部分地區 還是會有午後降雨的情況 中部以北偏多 南部偏少 不過到了明天 高壓就進一步的 更加籠罩了台灣的上空 代表天氣就會更加的穩定 午後降雨會更少了 我們進一步來分析一下 今天的降雨情況 各地白天都是晴朗而炎熱 不過到了下午兩三點過後 對流一發展起來 有一些地方仍舊要留意午後震雨 值得特別是在北部地區 尤其是在大台北的東側 那麼中部的話 就比較偏重在山區 以及近山區的平地 南部午後降雨的情況很少了 幾乎不會下 而到了入夜之後 各地的對流都趨緩 進入到了好天氣 接下來幾天防範的還是熱傷害 今天來看到是北部 宜花一帶高溫都來到36度左右 南高坪 台東縣也要特別留意了 建議待會早上八九點 可能出門就得開始做好防曬準備 中午前後更是要盡量避免外出活動 以防高溫中暑了 好 未來幾天走勢 大家很關心這麼熱的天氣 會持續多久 高壓勢力犧牲大概會有七天的週期 因此會一路熱到下週二三左右 明天來說高壓勢力更加靠近台灣 使得感受上是熱上加熱 星期四星期五除了山區 幾乎就不會有午後降雨 到了這個週休假期 高壓更是完全籠罩 台北盆地溫度上看37度以上 剛好也就呼應了7月23號星期六當天 就是節氣當中的大暑一整年最熱的時候 而到了下週三 週四左右 高壓勢力才會有退縮的機會 天氣才會有一個轉變 好 小丁寧告訴大家 還是提醒的是仿曬工作 那麼下午出入山區 還是要留意一下天氣的變化 接下來就帶您關心 今天各地更詳盡的溫度預測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